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创世纪的十四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十二节 题目是四王和五王交战 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 当安拉菲做士拿王 雅略做以拉萨王 基大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葛印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萨 亚玛王士纳 西北王 善以别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 到第十三年就被判了 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 都来在亚特律加宁 杀拜了利伐因人 在哈迈杀拜了苏西人 在沙维基列亭 杀拜了以米人 在和利人的西尔山 杀拜了和利人 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密巴 就是加蒂斯 杀拜了亚玛利全地的人 以及住在哈喜逊塔玛的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鸭基王 西扁王和比拉王 括号比拉就是索尔 都出来 在西定谷摆政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 以兰王 基大老马 葛印王 提达 斯拿王 安非拉非 以拉萨王 雅略交战 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 索多玛 马王和俄摩拉王 逃跑 有掉在坑里的 其余的人都往山上淘宝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职儿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 创世纪十四章 记载着亚伯兰当时的政治与统治的情况 那时原先有四王结盟 那四王就是称霸当时当代的地区域 其中重要的角色是基大老马和伊兰王 这些王虽然说是王 但是恐怕更像是一伙强人占三为王 因为他们的统治并非是绝对的 基大老马的势力还集于 其他这样的三大王之上 这里要介绍的一场战争就是 始于原先臣服于基大老马的五个三大王 括号包含索多玛和俄摩拉王 原先侍奉基大老马 侍奉了十二年 后来他们就被判 于是基大老马就招来 原先和其结盟的另外三王 要讨伐括号顺便掳掠 那些不服他的人民 这些三匪部 这些王出了城就到处攻城掠地 杀败了许多族裔 那些人平常没有想到要准备战争 平常也是仅仅保存一些自卫的武力而已 一旦有四个大王连妹来攻击的时候 就阻挡不了 最后他们就靠近了那五个背叛 并结盟的五王所统治的区域 那么这边的五个王 就要按照他们所蒙约的约定 要群起起来抵抗这来袭的四股强人 就是这四王与王的征战 在当时自称为王的军队 可能也是百十个人 他们占据一方自称为王 向当地的百姓收取保护费 如今外敌来袭 他们也无法叫百姓出来为他们征战 因为现在的王如果战败了 他们就是换一个王交保护费而已 这样因为利益而结合 因为恐惧而顺服的关系 就是人最早的统治和结盟 王与王之间也是以利服人 纳贡以及利益分赃 人民对于统治者也是因为利害关系的服从 并非是爱戴 所以不值得以生命奉献和忠诚 这样的王与王之间的征战 人民就往往在一旁冷眼旁观 我们知道四王与王的征战 新结盟的五王并不能够真正的同心同德 所以双方之间的征战 就落败于操练贤熟 又有默契的四王结盟 而四王来袭的真正目的就是掳掠财物 以及掠夺有价值的人民 而当这一切都到手之后 他们也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而像前一篇所说 当时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亚伯兰分开之后 就迁移了他的帐篷 慢慢地接近了索多玛 最多就住进了索多玛城内 而当四王击败五王 那五王为了自保 就顾不得人民而自行逃命四散 许多的人民就被掳掠走了 罗德也在其中 难道这就是罗德所追求的丰盛与繁荣 他因为肥沃的土地 繁荣的日子和舒适的生活 而选择进入索多玛 但是结局却是被俘虏被人带走 将来大概的命运是要成为奴隶 恐怕就是要从此过上悲惨一生了 这个时候会有人来出来救赎他吗 我们知道还是他的叔父 那个让他先选择去处 而他也毫不犹豫地 选了他心目中的上好地方 而让他叔父留在平级丘陵地的亚伯兰 是他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带着三百一十八名家丁 来和那些征战惯了三大王来征战 才将他夺回来 保全他的身家和自由 我们到了下一篇中再来讨论这些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